这种出力不讨好的活估计大家都干过 人家只是让我看一下这个是好是坏 这是一个客厅LED灯的电源适配器 输出直流132到206V 240毫安 这三个电容看 里边高温已经皮已经开裂了 看到吗 咱们先通电试一下 接着是维修茶座直接开 现在已经通电了 测量没输出 现在再次通电 测一下这个电容上有没有电 电容上都没电了 220V 200V 这是220V 通过这个保险 这是个保险 咱们看一下保险这边有没有 看电压零 说明保险是断的 250V3.15万 测一下电容 电容标称是400V22位法 这三个是并联的 那就是66V位法才对 咱们测量一下 60V位法 看测误 这下边二级管啊 应该是整流桥部分 我测第一个应该都有问题 看 接床了 假如放到封名档 它就会响 看 把这个电容 按规电容拆掉 才能看到下边二级管啊 拆掉 因为它挡住了 按规电容看坏了 整流桥四个二级管就行了 它八个应该是并联的 为了提高功率嘛 二级管档直接测量 这坏了 这也坏了 这也是坏的 这四个都坏了 这四个应该 这个没事 这四个都有问题啊 这玩意没必要修啊 你看这都老化成这样 其实没必要修啊 买一个新的也不值多少钱 搞维修的都是这样啊 就想知道换了这个四个二级管能不能好 咱们就试一下 直接用这个镊子垫墙二级管挡 测量 这个是好的 压降 0.68V 这个就不对了 看 想试试多少欧 并且还想 这个也不对啊 10欧 这个也不对 拆下来的四个坏三个 再次测量 剩余的几个都是正常的 直接换四个上去啊 保险用焊锡给它短接 接到无锈插座上测试一下 如果短路的话 上面灯泡会亮啊 不亮就说明没短路 直接测量300V 295 这是对着的啊 有了 再测输出端 呦 正常了 断下电再开一下 因为它这个是可以跳光的嘛 哎 这这路就没有电压了 看这路 这路还有 看来就是二级管 整流枪上二级管坏了之后 把保险给搞断了 因为这个也烧坏了 有点油威法 换上一个保险和安规电容 我没有这种电容啊 这种电容我那个装不上去 把这个电容都换掉才好呢 输出端是400V3.3微法 咱们测一下 这毫法 三毫法 这不对啊 把这几个电容全部拆了 看一下 3.3微法 没容量了 什么晚上都坏完了 再测一下这几个啊 这没容量了 9点多大法 再换一个 700多纳 批法也不对 30纳法 这都坏了啊 这个板上有几个4.7微法的 400V 拆到 装到他上那上吧 测一下 拆下来的4.7微法电容 4.6 地址0.02 这个可以 另一个 也是4.6 4.3 这几个电容换掉最好 但是我这儿这个不行啊 装不上 看400V 22这个 体积不一样 装不下 拆一个测量一下 刚才测量 三个60微法 应该是人家这个电容还是可以的 好 拆一个腿 测量一下 25微法 地址0.08 可以啊 这就不换了啊 套个热锁管 不然在下边都是零件 热锁管已经锁好了啊 测一下输出 正常的啊 这边 正常 测的电压高是正常的啊 这是空载 带载它就低了 这个芯片用的是PB2958 这是串联性的电源 这是个电感 四个电感就是四路的输出啊 中间是公用的 这一路 这一路 这有两路了 这边有两路 一共四路 这是换下来的 由于这个整流二级管坏了之后 把保险给烧了 这个也是坏掉了啊 这个电容是年头长了 试容了 像以后遇到这种情况 除非你自己家的 你想修修一下 这个没有维修的价值啊 因为我看网上全新的才二三十块钱嘛 所以说这个不够功夫钱 好了 咱们下期见 拜拜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 但是今儿很肯平 拜拜